各位好 今天6月10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呢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张一和女士 相信各位都知道 就是写往事并不如烟的那位 这书我也看过 挺好的 他在印词上好像是说自己成为了国家的囚徒 我一看怎么没事 就是说想出国看自己的表弟 好像是 然后被拦住了 说白了就是边控了 不让自己出国 那这个就说自己是国家的囚徒 这话呢 我必须得提醒张一和老师一句 您这一辈子啊 基本都是国家的囚徒 您算了您做了多少年劳子 对吧 还不算您下放啊 或者其他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 所以呢 您这辈子真的都是一直是 一直是 不是今天才是 只不过呢 就是中间啊 有一个中国历史的旁易协出的过程 也就是改革开放 那多少有一点活得像个人样 在那之前之后 那基本上来说 您一直就是中国 中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囚徒 就是如此啊 但是一说起这个边控这事啊 就让我想起一个当年比较好玩的事情 这个 这个当然说好玩 你画一紧号 可是当时确实让我们哥里都笑的不行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是艾薇薇老师 艾薇薇老师呢 就是一直都觉得就传他是边控 但是您想艾薇薇老师经常是出国办展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都要是来回来的 飞来飞去的 就他呢 自己呢 也拿不准 我不说了吗 我是这个 中国这边控啊 像什么呢 像薛定谔的猫 就是你只 你不到海关那儿 就是不开这河的时候 你呢 一直处于这个黑箱当中 你不知道是 你到底是不是被边控了 这你很难能够查到 即使是像我 比如说 我认识一些公安的人 让他去过查 都不一定好说能够查到 然后呢 那就是艾薇薇老师就说 那我就去 我要有事 我就出国呗 然后呢 挂嘀挂嘀就搬了海关 买了机票 搬了海关 顺利的拿着自己的护照 然后拿着签证 然后就出了海关了 到了这个候机厅 就是他自己可能应该也是很 我不知道是普通地儿还是那什么地儿 就发了一 这你出了海关就相当于 你就是说没事了嘛 你就没有说边控啊 然后 哎 特开心发了条微博 你看我出来了 我没边控 哈哈哈哈 转手 过了十几分钟还是半个小时 发一条 又发一条 说我被警察带走了 当时我知道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你架不住真的想乐 您知道吗 就是说您先别嘚嘚 您赶紧去上了飞机再说呀 这我是隐隐约记者有这么个事 当时是好像是在那个 是在他拍老妈提花之后的事情吧 应该是那个 就是你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不是被边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中国有一个小 就是这些年有一个小变化 就是自打圣上这个登基建座以来呀 就是把这个对异议分子的这些 那个出国这件事 或者是说出或者你出国访问 或者出国定居 这些事情啊 原来是踢出去赶紧 涛哥 咱哈祖江泽民 他那你赶紧踢一脚踢出去滚蛋 你外边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反正老子这也 你也说不出 你也动不了我 对吧 你就你倒要说去呗 能怎么着 但咱胜上这个不行 胜上是这些年就改了这 改了这张成了 就让你们呀都别出去 在这呢 就是算是家耗示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断了你所有的生活来源 让你在这呢 做一个样板 就原来就像原来有一种 中国古代有一种刑法 处罚的方式 不是说给你流配三千里 而是呢 给你家耗示众三日 带一家 在这给你搁县衙门口 让大家走过路过都看一眼 然后你就在这得待翻天 或者是那种战龙 战龙待几天 战龙战死的有好多 原来有原来 号称有一个酷吏 好像玉贤吧 他本身原来战龙 就战死过很多人 那东西很可怕的东西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种家耗示众 他让你在国内 泯灭别人的反抗意识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政策的改变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难出来了 就是这个原因 他边控的名单呢 也越来越多 但是边控本身又不透明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是边控了 你像昨天晚上有一位上海来的朋友 也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互相闻名已久的一位朋友 也是过来 他就说 我现在说我参加学术会议什么的 会有很麻烦 或者是国外领个奖 什么都会很麻烦 但是你说我出来玩可能还好 我有日本的长期签证 我有美国长期签证 我闺女也在美国 这个其实我当时就劝他 劝了这老哥一句 我说您如果真的没什么事也退休了吗 对吧 我说您该出来还是出来吧 这王下这些年 这国门肯定是越关越紧 你像您这样的 您拿着签证 您别说您拿签证了 您就是换身份 他是不是还让您从国内出来都不好讲 我前段是前两天我做节目 我说了 我说中国大概有七到八百人之间的人 就是说这些人 他原来是中国人 但是他后来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 因为某些事情 他到今天为止 他不能够从中国再出境 就是你甚至于都不是说你绿卡的问题了 你换国籍都不行 所以这些事情是很麻烦的 中国这个门肯定是越关越窄 因为他需要保证自己的钱不能外流 就是你人才钱不能过于外流 他肯定是越来越窄 你看公务员体系的 事业单位体系的 你比如说像教师 医生 我认识的杭州医院的医生 那就护照都上交了 对吧 像是老师 很多教师 尤其大学的上交了 公务员系统就不如说了 国企央企 很多的领导岗外的这些人 护照都上交了 那你要想出去 再给你核发 你就是说 就是给你再批 单门批 再把你让你把护照拿出去 你再出国 大概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是人 一个是钱 不能往外走 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你就很难说 中国将来会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您是 多少是沾着这反对边 异议知识分子的边 只要是一声令下 你所有的这些赞兵 你本来在明路上 对吧 你在国保明路上 一句话的事 只要在国保明路上 全都禁止出国 你就直接歇了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很正常的一个发展 而且不光是这样 现在出国还有一问题 原来就是说国外愿意接收中国这些人 因为为什么出国基本上是高净值的这些人 高净值就是指身家还是有一些的 到国外它贡献了很多的税收 你只要消费你就要交税的 对吧 你有工作机会交税或者怎么样 随说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带出来 但是总归的来讲是利大于弊的 这个所有的移民国家 甚至于像日本这样的非移民国家 他们政府算的账其实是很清晰的 但是如果一旦说两方面的交往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边的门也会渐渐关上 现在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渐渐的渐渐要关上 已经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利大于弊了 而且利弊相等 甚至于有些程度上是弊大于利了 像这样的状态我就可以关门 两边都关门 那就出来就越来越难了 所以我昨天就劝问那位老哥 我说您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该出来了 就不要再等了 哪怕是说到国外先待两年 等您闺女说拿了身份 或者怎么样都还好 不要说等着放不下 很多人都是放不下 然后觉得说 我这有点还有资产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完 就真的会出问题 当时你看我妹妹是二月底到新西兰的 她为什么直接就去新西兰了 她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差不多 因为我们家属于 就是她属于这种生活 算是那种岁月静好那一派的 她对政治没兴趣 脑子够实 但是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她每天就是弄弄花 然后做做烘焙 反正就这些生活 那天好像是看着我那外甥 他教科书还是什么烂七八糟的 一看说 说这啥玩意儿 这他妈不是这不把人交毁了吗 这到那个时候想过劲了赶紧办手续走人 对吧 那该不要的就不要了 昨天我就跟他说这事 你看不动产 家里这么多 你哥那没毛病 这个东西他哥那没什么大事 对吧 你什么车呀 车牌子什么的 北京车牌子 大家也都知道 我现在北京还俩车牌子 车给人开着呢 就是他现在找不着人去开那车 我就说不要了 以后你就打着不回去了 就从此而言 这些除不动产之外 所有的东西 就当从来没有 不要再去想到任何的东西了 就只能是这么走 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这种决心 说实话 真的是很难很难 能够说 能够说把这些东西抛开 然后你离开 这种心态 其实需要一个很决绝的态度 才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只能说 我只能说吧 就是劝很多人一句 你所看重的 你现阶段所能看 所看重的东西 往往在你真的被封在国内 对吧 你被边控了 或者是说 你可能再出不来了 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甚至于不用边控 就是他把你护照收上去了 这个是一种变相的这种边控 那你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你一个往下自己后半生 一个自由的生活 自由平静的生活 可能更重要一点 就是但是人嘛 一般会是 当时在这局当中 你是石不破的 你总觉得手里的这点东西 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那如果没了它 我会如何如何 或者是说我损失了它 我会有多大的心血 会白抛了 反正各位 这个真是一价值观的问题 你说我不开玩笑 昨天我妹妹还跟我说 说你看你那些刀成捆成捆的 成捆成捆的 原收那些古董刀 那你怎么办 我说没办法 就是直接找个房子 往里堆进去 那能怎么着 那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那我带不出来 我就当自己没有过 那钱白花了 能怎么样 只能是如此 如果说您没有这个 当然您要觉得说 这个我就这些东西 更重要一点 那为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我只是说我个人的 一个小建议 能早点出来 还是真的是早点出来 这边控这事 真的很难讲的事 不会不觉得 不会说是您觉得自己没事 或者怎么样 就就能真没事 这东西上边的一个命令下来 那到底怎么样 谁敢讲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说就随便跟大家聊聊这事 另外想跟大家聊一什么 就是国内的现在的高考这事 这两天不是也高考差不多该完了吧 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哪天考 7号8号还是怎么样 我看了一个全国乙卷的 叫什么试题的内容 就是说阅读下面材料 要根据要求写作 60分占60分语文的 就是吹灭别人的灯 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 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 就算这种花朵再美 那也是单调的 当时我刚一看这个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觉得说 哎呀 我说现在这高考 这是不是这个故事会 或者是这叫什么读者在出题 原来老编辑大概现在都 现在不景气 对吧 杂志也不景气 是吧 改去当老师 然后出高考题去了 然后后来一看 而且就是说自己写上头话 这太读者之音了 这范儿 一看说 以上两个材料出自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以生动形象的语言 说出了普遍的道理 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是旋转角度 确定利益 明确文体 自拟标题 不要套座 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八百字 我一看 我说 要不是我一直就在强调 咱们圣上 真的是一个 怎么说呢 质朴刚见的人 智商这方面 就是他所这些 能挑出来的话 要不然 就是特别白 要不然 就是这种 反正初中看的 初中看的 什么读者 易林 什么知音 然后 然后这什么 包括像 故事会 大概就是这种 这种杂志 看的 我不是说这种杂志不好 就是说这些杂志 它有差生存的价值 对吧 总有那些人 就是说 他的读书水平 他就到这个程度上 这些人 他总有要精神食粮 对不对 咱又不像是当年 说大家的 很多人都不识字 咱们只能够说 关了灯 就玩点成人娱乐 就得了 是不是 总有点精神追求 他们精神追求 大概就是习懂 精神追求 咱圣上 说出这种话来 是完全不值得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 是这样 他们这代人 但凡是打算抒发一下自己情感 或者是像打算是聊点这些 用通俗易懂语言 来描述一个高深道理的 就往往就把自己的 就给扔到知音里了 他这个没有办法 他就学的 他就没上过正儿八经的 这种学 不可能有更为 在这方面有更为深邃的造纸 对 就差不多是这意思 那所以 就是说我不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惊讶是在哪呢 怎么说呢 就算在中国 在有各种各样 从打一开始 就有盛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 这些年 这种文化传统也是少多了 就很难说你现任的还活着的领导人 把自己的这种屁话当成一种高考的材料 但是今年就像我刚才说 说我那个外甥 说他们那个教材已经变成什么样的套装了 对吧 让我妹妹这种随性好人都警惕了 那现在高考这件事呢 你也应该要警惕一点 他已经用这种模式让你必须要学这个东西 因为一个人呢 你长期去写字 去学习 去说这种话 他自然而然呢 就会带上这个烙印 可能你不觉得 但是几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烙印非常的深 非常不容易 所以不非常不容易给洗掉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呢 那现在呢 就是说这种高考啊 已经成为了某种 怎么说呢 政治的表演秀 这肯定的来讲 它是中国如果说 还有任何所谓的稍有公平的 我是不是说绝对公平啊 稍有公平的这种模式 那高考算其中之一 但是其中掺的这种货 就是有点太多了 对吧 其实呢就是说高考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好多人呢觉得说 高考没有那么重要 大家都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这个 都可以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呀 什么的 你不上大学也会如何如何 但是呢 中国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国外 你是不上大学 你比如说在日本吧 不上大学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即使是日本的年轻人 有这么高比例的大学生 那不上大学的人还是有的 他们可能呢 不太可能 也不太进到那种大的那种商社里面 成为一个 甭管是小白领 还是后来往上走的这个高级白领 那但是呢 他们可以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哪怕是蓝领的这种工作 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有尊严工作的人 对吧 这个它整个社会是这样的 那但是在中国呢 你没有这个文凭 如果你又不能出国 那你最后没有这个文凭 你连这个门都敲不开 这个特别可怕 那其实我其实不太 就是说我不太看得起 国内现代的这些 一般的大学生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说实话 就是文不能提笔 武不能开疆 就差不多是那么一个 这么一个水准上 他在上了 你学你学理工科 往往教材会是落后于 落后于现实发展的 学文科呢 就是这种狗屁玩意儿 你像这种这种知音体的这种标题 那都有多少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状态呢 就是说 它会一直存在很多年 那你出来以后 你还要重新学会自己 这个将来未来的饭碗 你如何去端 这个很麻烦 所以在国内的话 怎么说呢 虽然我看不好的 但是你有这张文凭的时候 你才能够敲开 你想要生活的一个门 当然小白领的生活 未必就是很好的生活 至少它的风险性很低 对吧 社会地位会高一些 你总比那个 你挂着根绳在那擦大萝卜里 你有可能还没人正得多 但是它有危险 你没有 你在那道窗户里边 它在外边去擦 那就是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中间隔的是什么 就是一张文凭 或者是说隔了一个 普通大学文凭和985 211这种双一流 然后是这种文凭 那这个就是现实的生活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既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既没有未来的一个好的发展 也没有这个基本的生活的尊严 这是有问题的 整体社会如此也没有办法 所以即使这个大学怎么不好 所以还是应该去上一下 对吧 如果某一天中国社会真的进化到了 说那所有的人 所有的工作 真正的都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那这话我就白说 你上不上大学 其实不重要 确实不重要 很多地方都不重要 你只要学会一门 足够让自己活下去的手艺 就已经很好了 你像 如果你在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觉得 我这辈子最想去的一个学校 就目前来讲 我有两个学校 两个专业想学 一个是去考 是学考古 这个我一直去想学 不知道 反正京大这边 京东大学这边 说是考古的 考古专业不错 但是我这日语水平又糟糕了点 肯定去不了 还有一个是想去蓝带 蓝带学校去学厨师 当然这两个愿望 可能过两年可能会实现 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除非是这么上学 可能还能好一点 你可以你可以用这种模式 找自己的爱好 或者怎么样 那其他的一些 你可以有自己的 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吧 你愿意去上学 上大学就好 不愿意上大学也罢 没有人或者没有社会 他必须用某种程度的方式 来逼迫你去做这个事情 也还是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大学呢 在国内呢 就是出于很 很怎么说呢 很让人 很让人为难的一个状态 那你你如果不上的话 会有问题 那你上了呢 也会有问题 也有可能 毕业就失业 你就你就没有学到一个真正能够吃饭的本事 出来还得再现场工作 然后再去再去学习一遍 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 这个你你所从事的专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再学习一遍 两者相比怎么说呢 各位看着办吧 到今天为止 已经中国的高考制度走了这么多年了 从77年开始 一代一代的 在前30年里改变了 改变了很多的 很多人的生活 改变人 很多人一生的轨迹 那在王后的这些年里 是不是还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读书是不是真的还像 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已经很难讲了 可能对很多处于一直以来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讲 他依然可以改变命运 他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再低了 他任何的一次稍微的跃升 对于他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人 你比如说像是北京或者上海的 对吧 很多人那底层的很多的孩子 他们一生的追求 终点是你的起点 那你说你生在北京吗 你生在上海吗 你天生这块有房子吗 对吧 你可能都布置一套的房子 那人家都是不太可能能做到这个事情的 所以呢 那你对于你们这些北京上海的这些人来讲 你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一些更多的 更多的出路 或者是更广阔一点天地了 大概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折寄居